你最近还好吧 爷爷病了 一直在忙着照顾他呢 辛苦你了 不过 爷爷好像始终 都不太接受我 感觉总是跟我有距离感 战胜 你这么好 你怕什么呀 我相信爷爷 他可能就是对你不太了解 你呢 就把爷爷 当成爸妈一样去照顾 人心都是肉做的 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 一个真心诚意的人 对对对 您放心吧 他的水平绝对不在我之下 对 您把设计交给他 绝对没问题的 对不起啊 实在不好意思 当然了 费用的部分 你就从我的筹记里面扣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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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又不是彻底放弃这行了 等爷爷好了之后 我还可以继续做啊 可是这么得罪客户 对你的口碑总是有影响的 你都为我放弃一切了 我为你做点这些事情 算什么呀 我可真幸福 这些事 以为你决定的 刘可是什么 决定的 你决定的 你决定的 我们决定的 决定的 决定的 , interviewed行 医生 怎么样 好 你们都不用大惊小款 他就是因为炎症 才引起的发售 我已经在他那儿 电梯中加了一些补充影响液 再开一点小去火的 挑战几日尽可康复 好 好 那我送你 不必了 你们好好照顾他 好 谢谢啊 再见 钱伯 你也照顾他一天了 要不你回去休息吧 今晚我照顾爷爷 好 那我们就算轮班 嗯 你记着啊 掉瓶滴完了 及时还第二瓶 好 你会把针头吗 会 小时候我就给我哥拔过 当年爸妈生病的时候 我和哥在大学念书 无法陪伴他们 至今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如今能有机会 为爷爷善尽孝道 我觉得很幸运 很幸福 很幸福 一切都来得及 珍惜身边的人 用行动去爱